家中必备的26道家常菜好吃到剁脚 第一道 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即将到来 也是我们的早餐一定要吃的有营养 花不了几分钟的韭菜鸡蛋饼 一定要试试 孩子也很爱吃韭菜 先给它切碎 空碗中打入两个鸡蛋韭菜碎 好吃的关键啊就是这袋煎饼粉 熬成我这种酸奶状 倒入200克清水调成细一点的粉浆 平底锅刷油 先不用开火 打入粉浆摇晃均匀 开小火慢煎 煎至一面金黄 再翻煎另一面 有条件的搭配一杯牛奶 想吃你也去试试吧 第二道 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吃包子和油条 不妨花上三分钟 做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简单好吃还很方便 水开下面条 不管什么面条和各种粉条都可以搭配 几颗青菜有两分钟捞出来 喜欢吃蛋的就加个荷包蛋 这个葱油拌面汁是关键 其他的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 然后随便拌几下 葱香浓郁 想吃你也去试试吧 第三道 神 你们在家做的猪脚要么就咬不动 要么就不入味 恶劣的情节下还会有猪腥味呢 今天你们瞪大眼睛看好了 剁好的猪脚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和多一点料酒去腥 15分钟左右就会出现血沫和脏东西 再用温水洗净 沥干水分 直接下锅开小火煸炒 把猪脚的油脂炒出来 吃起来才会更香更有味 炒香后 加葱姜 花椒 八角 桂皮 干辣椒调味 就更加的简单了 放一包大厨熬制好的红烧酱 加入一罐早上喝剩的啤酒 简腻增香 适量的长江水没过猪脚 建议小火炖个三十分钟 像这样软烂后再倒入泡好的黄豆 焖个五分钟左右 收干汤汁 就可以大口吃肉大口缩走了 想吃你也去试试吧 第四道 活了三十年我才知道 茄子不仅只能炒着吃 也可以做出大人孩子都爱吃的 茄子鸡蛋饼 每次我收拾完厨房就被孩子抢光光 茄子先切丝 再切成小颗粒夹 三个公鸡蛋 倒入一包大厨调制好的煎饼粉 汤糯米粉等各种五股杂粮 搭配而成 搅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调成细一点的面糊 平底锅刷油 先不用开火 打入粉浆摇晃均匀 再开小火慢煎 煎至一面金黄后 刷点食用油 然后再给它翻煎另一面 就是这么简单 想吃你也试试吧 第五道 你知道为什么饭店的红烧肉那么好吃 还色泽红亮 软烂入味吗 今天就把我做出三十年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做红烧肉一定要选择加三成的五花肉 然后切成麻酱一样大小 切好直接下锅 开小火把猪肉的肥油炒出来 这才是肥而不腻的关键 炒出的油脂留着明天炒的青菜 然后放葱姜蒜八角桂皮干辣椒调味 只需放一包大厨调制好的红烧酱 然后加入一罐啤酒解腻增香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煤过五花肉 建议小火慢烧个三十分钟 最后大火收浓汤汁 撒点葱花点缀即可 红烧肉这样做 全家都爱吃 第六道 天气炎热 孩子特别容易出汗 我每次都会做这道虾仁裙带菜 汤给他喝 油热爆香葱姜蒜 倒入包好的虾仁炒至变色即可 然后倒入我家的温水 搭配点嫩豆腐 够五分钟 准备儿童裙带菜 一点点就能泡发很多 全是小嫩叶 一起放入锅里再煮两分钟 调味只需加盐 胡椒粉 撒上春花和枸杞即可 这样做的裙带虾仁豆腐汤 汤鲜味美 营养又好喝 快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七道 只需要一块豆腐 两根大葱 自己在家 也可以做出和饭店一样好吃 葱烧豆腐 先把大葱切成马耳段 放碗里 加生抽 老抽 蚝油 盐 鸡精 白糖 淀粉 一勺清水 搅匀备用 豆腐用手掰成小块 这才是它的灵魂所在 油热下锅煎锅 把豆腐煎至两面焦黄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小火孤独两分钟 在大火收汁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葱烧豆腐 葱香浓郁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第八道 如果素菜有排名的话 洋葱炒蛋 一定是餐桌上最下饭的一道菜 今天这个做法 你试过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洋葱对半切开 再切成大大的小块 碗中放生抽 老抽 一勺蚝油 盐 鸡精 淀粉 再来点清水 搅匀备用 油热倒入三个鸡蛋液 快速地滑散 炒熟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蒜子小米辣 再放配菜和洋葱 炒至断生后倒入鸡蛋 淋入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简单方便又下饭 喜欢你也收藏起来吧 第九道 以后要是想吃番茄鱼了 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 汤鲜味美 鱼肉嫩滑 首先切好的鱼片 加葱姜水盐胡椒粉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抓至上浆 再淋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油热倒入西红柿 然后加生抽鸡精 胡椒粉调味 煮开后转小火 下入鱼片 煮至变色后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撒上葱花 辣椒丝芝麻 浇一勺热油 激发香味就开吃了 喜欢你也给家人安排起来吧 第十道 天热吃饭没胃口 你一定要试试这个爆炒尖椒鸡 香辣开胃 特别好吃 首先鸡肉剁成小块 加盐 胡椒粉 料酒去腥 抓匀腌制十分钟 油热倒入 腌好的鸡肉炒至金黄出油 再加姜蒜花椒炒出大料的香味 然后加生抽老抽 少许白糖鸡精胡椒粉 蚝油炒香炒至上色 最后倒入青红辣椒 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做吧 第十一道 以后要是想吃香辣花甲 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 香辣入味 特别好吃 花甲中加一勺盐和油 浸泡半小时 这样能有效地帮花甲吐出体内的泥沙 锅烧空气 倒入花甲 一勺料酒 盖上盖子焖煮至开口 空碗中加生抽老抽 蚝油一勺淀粉 适量清水 搅拌均匀 油热下葱姜 蒜花椒干辣椒 炒香后倒入花甲 淋入调好的料汁 翻炒均匀 最后来一把香菜 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你也回家试试吧 第十二道 芝麻香油 现在正是吃土豆的季节 我是怎么都没想到 把它做成椒盐呢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做法 首先把树上摘的土豆 切成狼牙刀 再放入蒸锅 上汽蒸十分钟 油热下蒸好的土豆 慢慢地煸炒 把土豆扒面炒至微微的焦黄 然后放一把虾皮调味 只需要一包炉 调制好的蒜香椒盐粉 后放入洋葱丝和韭菜 翻炒5678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土豆新吃法 太好吃了 全家人都爱吃 第十三道 你可要看 好了 把鸡肉放进啤酒里泡一泡 做出来 竟然是一道逢年过节必吃的美食 建议收藏哦 三块钱买了两个大鸡肉 去掉骨头 骨头别丢 千万别丢 把鸡排浸泡到啤酒里 因为啤酒中的蛋白酶 可以软化肉质 这样煎起来 才能嫩滑不柴 碗中打入一个我刚下的蛋 搅拌均匀 泡好的鸡排 放洋葱姜丝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好吃的关键就是放一袋 这个蒜香椒盐粉 吃过很多家 爱干净的家人们 可以像我一样 左手戴个手套 用右手抓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锅中油热 把鸡排下锅煎 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酥脆即可 这样做的椒盐鸡排 外焦里面特别好吃 你也赶紧是做吧 很多人把鸡胸肉买回来 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 今天这个做法 你肯定没吃过 营养好吃 记得收藏哦 两块钱鸡胸肉 加料酒生抽淀粉 撒入半袋椒盐粉酒 用你的左手抓鸡 腌十分钟 平底锅刷油 放鸡胸肉 开小火慢煎 煎到两面金黄 即可开吃 鸡胸肉这样做 全家人都夸我 厨艺又进步了 你也赶紧试试吧 第十五道 自从学会这个油饼的做法 我家一个月两袋面都不够吃 关键是做法特别简单 手不粘面 不用揉也不用擀 筷子搅一搅出锅 老人孩子都爱吃 500克普通面粉 10克白糖 5克盐5克酵母粉 再放入半包脆皮油条粉 这个是油饼蓬松酥脆的关键 这一包就能做两斤面 搅匀之后 打入一个快要过气的鸡蛋 350克340度的温水 搅拌成细腻无颗粒的面糊 盖盖醒发 两杯大发好的面糊 充分搅拌 排气手上抹油 揪一块放在抹了油的案板上 摁成薄饼 中间划上几刀 油温180度 放入锅中 调起后多按压几下 这样油饼会起得更大更蓬松 炸到两面金黄后 就可以捞出来控油 听着声音 刚出锅蓬松酥脆 放凉了也不会硬 喜欢你也赶快做来试试吧 第十六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花菜捡回来 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早就吃腻了 试试这个椒盐花菜 全家都爱吃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首先把花菜撕成小朵 加一勺食盐 用清水浸泡十分钟 再清洗干净锅中油 油热直接下锅间 不用油炸 中火慢炒至 花菜表面微微焦黄 加一把虾皮 好吃的关键就是 加入一包大厨 按酒店配方 比例调制的蒜香椒盐粉 最后放点韭菜和羊 葱丝炒至断生 炒出酒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椒盐虾皮花菜 椒香美味 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 第十七道 你可要看好了 把猪肉放进啤酒里泡一泡 做出来 既然是一道逢年过节必吃的美食 建议收藏哦 六块钱一斤的梅花肉 先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厚片 浸泡到啤酒里 因为啤酒中的蛋白酶 可以软化肉质 这样煎起来才能嫩滑不柴 碗泡好的梅花肉 放洋葱姜丝 生抽 蚝油 好吃的关键就是放半袋这个 调好味道的蒜香椒盐粉 放食用油和少许电 爱干净的家人们可以像我一样 左手戴个手套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锅中油热 把猪排下锅煎 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酥脆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猪排外焦里嫩 第十八道 天气是越来越热 我老婆的闺蜜吃饭没胃口的时候 我都会给她做这个酸汤鲈鱼 八块一条的鲈鱼 背部改刀不用切断 清水中放葱姜料酒 一小勺盐搅化开 用这个葱姜水给鲈鱼浸泡十分钟 这一步不但能去腥 还能使草鱼的肉质更加的鲜嫩 这个小技巧 您可要先点个赞收藏好 要不然下次就不记得了 油热放入姜蒜 青红辣椒炒出香味 倒一碗我家的自来水 好吃的关键放一袋酸汤料 它可是饭店大厨按照比例调配好的 其他的什么调料都不用放 酸汤肉片烧开后 下入鲈鱼嫩豆腐金针菇 扣上盖子 大火煮十分钟 这样做的酸汤鲈鱼酸辣过瘾 既能吃肉又能喝汤 第十九道 真是没想到 这种比煮泡面还简单的茶叶蛋 竟然跟早餐店的一模一样 一包料就可以煮 一大火把鸡蛋煮熟 捞出来挨个敲碎 然后再放入这包茶叶蛋 调料加点我家的自来水煮就行了 真的非常好吃又入味 家里小孩每次能吃七八个 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第二十道 很多人把鸡买回来 不是红烧就是清炖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皮脆肉嫩 鲜嫩多汁 一只离家出走的鸡 先用开水给它洗个热水澡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一包盐焗鸡粉 加一勺花生油里里外外涂抹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 电饭锅铺上姜葱红枣挡身枸杞 放入腌好的鸡 倒入剩余腌料汁 按煮饭间焖上35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盐焗鸡咸香入味 全家人都爱吃 第二十一道 认为大虾这是最简单最好吃的做法 当年开饭店的时候 就是靠这道菜让我在深圳买房又买车 15块两斤的大虾 去掉头部 背部切开 尾巴不用切断 再用清水洗两遍 谢谢了盘底铺上泡软的粉丝 摆上大虾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大厨熬制好的蒜蓉酱 水开上锅大火蒸5分钟 再淋上一圈生抽 撒上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蒜蓉粉丝开背虾 蒜香味浓郁 喜欢你就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二十二道 暑假期间 孩子老是吃饭挑食没胃口 当家长的您 可以给孩子试试这道蒜香椒盐鸡翅 十块一斤的鸡翅对半切开 加姜葱料酒去腥一点 盐和生抽用我的手啊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入底味 然后再挑去姜葱 打入两个蛋黄 一大勺干淀粉抓拌均匀 让鸡翅均匀地裹上 这个薄薄的粉浆 煎鸡翅啊 不要急 一定要开小火慢煎 煎至鸡翅焦黄即可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蒜香椒盐粉 最后再放点青红辣椒洋葱丁 翻炒出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鸡翅啊 根根都焦香入味 还夹杂着蒜香味 非常好吃 赶紧试试吧 第二十三道 婆婆十岁就告诉我白菜豆腐保平安 夏天一定要多喝这种清淡一点的汤 首先八块钱的大白菜切块 豆腐切成小丁 四个公鸡蛋不用打散 直接下入锅中煎至两面熟透 再用铲子切成我嘴巴大小的块 一定要加入滚烫的开水 汤才会浓白 放切好的嫩豆腐大白菜 关键是 放一小勺这个含钙量高的生晒虾皮 再扣盖炖十分钟 调味只要放点盐 撒上枸杞即可 食材简单 营养满满 是不是很简单 快点收藏给你的家人做起来吧 第二十四道 我老婆的闺蜜吃饭没胃口的时候 我都会给她做这个椒盐排骨 咸香酥脆 一口一个太好吃了 清洗干净的排骨 放葱姜料酒生抽 好吃的关键就是 放入半小袋这个蒜香椒盐粉 先用我的右手戴个手套抓匀 腌制十五分钟 然后打入两个母鸡蛋 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锅 留底油炒香蒜末 青红辣椒和洋葱 倒入炸好的排骨 剩下半包蒜香椒盐粉 开大火翻炒5678下 最后撒上白芝麻和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椒盐排骨外酥里嫩 喜欢你就点个赞 做起来吧 第二十五道 花生米不要老是炸着吃了 试试这道醋泡花生吧 花生米用热水浸泡两小时 泡好加蒜片 青红小米辣香菜段 两勺生抽 两勺陈醋 一勺蚝油 一大勺糖 少许香油 搅拌均匀即可开吃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夸你是大厨 第二十六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鱼头包 不一般的做法 让你一吃就停不下来 刚从市场钓的小鱼头 清理干净后给它改刀 豆腐切成薄薄的厚片 油热下入豆腐煎至三面金黄即可 油热下洋葱和姜炒出香味 铺上豆腐 再铺一层金针菇 放上鱼头 倒入一包调制好的剁椒酱 均匀地铺在鱼头上面 倒入昨晚喝剩的啤酒 其他调料都不再需要了 扣上盖子给它焖十分钟 出锅撒上葱花即可 垫在鱼头下面的豆腐 真的贼好吃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豆腐了 喜欢就赶紧用它吧 谢谢观看